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水平也很低 也就是余老师 能量还大一些 那可不敢 我就是相上界的一个小学生 都一样 离着毕业还很早 跟人家比不了 我著名相声演员 不敢当家喻户晓 不如截之 过了哪有不认识他呢 你叫什么来着 这就占一不认识我的 叫什么来着 余谦 嘴 余谦 谁不知道你呀 主名演员 演戏 拍广告 都演过点 都干 对于这个机体大活 马上成为三崩子形象代言人 这活步怎么样 北京城大小三崩子 都有你相片 那管什么呀 提米两块钱就能送 没我人一块钱就走 是啊 这都是民脂民膏啊 好嘛 太好了 能够见到余老师 我很兴奋 尤其余先生最近身体不好 带病参加演出 有点小便 是不是这次病太厉害了 都破了像 我 病太厉害了 什么病 痔疤 痔疤能破像啊 不完整了 哪儿啊 别比划了 别比划了就 向余老师学习 向余老师探讨 你们别客气 向您学 别客气 说像 我们都是同行 课一样 分出三六九等 怎么分呢 有大师 有艺术家 是 有著名演员 有普通演员 对 有学员 刚学 这里边为什么分出这么多的档次来呢 是啊 那就是对艺术的理解问题 程度问题 说像声不容易 是世上最简单 也是最复杂的艺术形式 反正是有难度 有嘴就能说 说话谁不会 能说话就行 可怎么说是个学问 说的好坏 我很佩服我们的老前辈 站着街上说 你站着街上听 几句话 把你口袋里的钱 说到我口袋里 这不容易 能那小了行吗 对对对 咱们这方面做不到 是 你看剧场里边我还行 给我搁着街上 未必行 在街上不行 这点于是父子 我跟我爸爸都站街上说呀 未必说 尤其你父亲啊 只要你上街 无论谁口袋钱 都能上他口袋来 这不是叫小偷吗 这不是 不是就说能的呀 能的呀 这什么能的呀 这是 得瞧啊 说像是四门功课 说学奏唱 这是我们学的 每门弄好了都不容易 对 就拿这说来说 这嘴里边得干净 是 咬舌头 见舌 结语 都干不了这行 这都嘴里的毛病 打小 先被灌扣 哎 对 包彩名啊 八扇屏啊 这些个 哎 一大套 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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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 摆八十句 是 一个字都不能贪污了 还得清楚啊 哪怕您坐在剧场的地下室 你也得听得见 有坐地下室 听像是 电弓啊 嗨 甭说他了呢 就都得听得见 包彩名往这一站 不能打被 睡着了呗 也得连得上 习惯着 正邀高 正兄长 正路友 烧花呀 烧出 不能忘 正阳高 正兄长 正路友 烧花呀 鱼香祭祀 卢祝活着 啊 麻辣炕 这是麻辣传媳吗 这 反正不能 不能乱了 对 您下功夫 下功夫 不下功夫不行 是 还有这个学 学 学最难 怎么 我认为学不容易 因为学要超越 自己的本身 课画人物 是不是 学是模仿 是 有唱 有说 有表演 对 各种的舞曲 戏曲 你得学吧 得学 外省人说话 各地方言 你得学吧 更得学了 表演 你得学吧 是是是 这最难 哦 学个大姑娘 学个老太太 哦 学个小孩 哎 对 学个聋哑人 哦 都得学 那这都是我们学习的 聋哑人这是没有办法 怎么 啊 生理上的一种 现象 疾病 有天生的 有后期的 对 我们不能够嘲笑人家 不能讽刺 我们魔法